说的简单 但是实操起来 有的时候如果这个父母的认知 达不到那个高度的时候 他是被动的 不知不觉的还是要卷 我觉得作为父母要明白 怎么让发掘自己孩子的独特性 这个父母要学习的 是的 不学习是不行的 我们做父母要一辈子学习 不关注父母 一个人要终身学习 终身成长 这是我一直强调的一个概念 包括我 我做了几十年的教育 也是个咨询师 拿到心理学硕士 我现在觉得我每天都在学习 我每天都要学习 我不学习就被社会淘汰 你在学什么现在主要的 我现在在学怎么用AI写书 让AI为你服务 对对 因为AI我以前写书很慢 这些都是你的书 对这些都是我的书 对 所以我现在就是发现 AI很好用 24小时的助理 我现在就是对人工证明很有兴趣 那当然人工智能我觉得就是 它是future 它是家乃 没错 每个人都要学 你的女儿上的哈佛大学 她学的什么专业 她学的心理 那学费贵吗 这又是另外一个疑问 很多人说 我的女儿不要去上长青铜 长青铜贵 其实不是的 哈佛至少就是有个叫 need based scholarship 它是按照你的经济情况来决定 如果你家里年收入在多少以下 你都可以拿到奖学金的 拿到是这样子的 对 我还在想呢 我说什么哈佛斯坦福 这些什么耶鲁 这些大学的学费是很贵的 但又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申请到奖学金的 不是这样子的 比如说从中国来的孩子 他一分钱都不要付 还给他们出机票 真的是这样 这样子的 是的 那就更有吸引力了 太有吸引力了 我还在想呢 我说如果我的孩子去哈佛上大学 我听我表哥说 哈佛医学院一年的学费 十万美金 我一听 我钱是要自己出钱的 他这个钱是给那个本科生的 不是给研究生的 那要是我的孩子 比如说要学医学 那我就让他上加拿大的 就上本地本国的 你的学费少嘛 是的 你要是去哈佛读医学院 医学院是非常贵的 所以呢 而且医学院没有人说 你是哈佛医学的 你就是个好医生 没有这样的事 所以呢 我的儿子为什么在东伦多 做的residence 就是因为没有必要去美国读医 美国去读研究生都是很贵的 而且确实一年 十万十五万 是很常见的事情 比如说NBA啊 而且也很难拿到 申请金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要站哈佛去读书的话 也要分看你是读本科 还是读研究生 本科不贵 研究生贵 本科你还可以拿到 助学金 他叫不加讲学金 那刚才说那个读医的十万 那是本科还是研究生 那是研究生 哦 是研究生 因为在这里都要大学毕业 读完本科才能上医学院 医学院不能直接上 在中国就说你可以直接 大学就是学医 这边是不行的 在美国加拿大 都要大学毕业才能去读